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命看成是活的 当把时间看成是活的时候 突破的是利益 能够顺着时间轴去走动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所有事情的真相 你不用他告诉你什么 任何一个权利者 任何一个环境 只要他愿意在这个 怎么说呢 在这种红世中 陈世中 想有所适逐展现的时候 他一定要把他浑身一切东西 包括权力 包括他认为的美貌 包括认为的吸引 要展现在人的生活环境的平台上 那超越世俗的人 人家根本不在这头露面 对吧 有争钱的 有争利的 有争名望的 有争权力的 他必须要 他背后的一切阴谋轨迹 他一定落实在现实的表面上 否则的话 他的存在没有意义 因为那不叫适出的展现 所以有时候朋友 有些人说要去爆料 不 我说爆什么料啊 很多仰仗爆料的 其实很多就是导弹的 就同样你是利益之徒 真的 那如果你懂得这种时间的变化之后 你会看得非常的透彻 而同时你不会被他所牵挂 所牵引 今天习近平权力的展现 就是走到这份上 你可以看他的整个途径的转变 是从2017年之后 到了2018年初 就是两会结束之后 他突然改变 而他改变之后会越陷越深 终究不能自拔 先是源自于个人的贪婪 然后最终走到一种与鬼魔同在 鬼魔同在 这就是说他把它称为毒夫 就跟咒王当初概念一样 咒王去了女娃庙 然后动了心思了 然后回来就想选妃子 八百诸侯国 每个诸侯国给我找一百个 要找八万个 被商荣给挡了 商荣说你这胡来 对吧 当时 咒王 叫什么 思考良久 说 哎呀 清 清严慎善 大王从之 那书能听劝了 但是呢 他心里放不下 所以来年第二年 又想起这事来 在八百诸侯给他朝圣的时候 那个结果他旁边那关怀 为了满足大王之欲望 而达到自己个人之私欲 他的爱恨情仇都在其中 这就是坏的 今天很多人以冠冕堂皇 以国家的概念 这个概念来达到自己为私的目的 这就是最邪恶的 叫权奸之人 权力的权 权奸诈了奸 不在你权力大小 只在你出手手段 神看的是心思 看的你思念 对吧 开天 辟地 造人 人生于淫 勤生于淫 兽生于淫 正经八百修炼的 为什么不能杀生 秦兽与人同时被造 秦兽和人是同时生于淫的 是神造 今天习近平开会 他所就是四中全会 他一开始拿出来的报告 就是重蹈覆辙 基本仿照了 2013年的韩国电影 叫雪国列车 这是他叫科幻电影史上的新脚印 雪国列车 国内放了 大概香港翻成末日列车 冲破末日 做了一个涌动仪 那外面冰雪世界 已经化不开了 所以这涌动仪呢 其实一定要有小孩 在那个机器下面去擦 那都是细节了 这个机器呢 它可以靠 这个火车可以自我循环 就是在上面住的人 吃喝拉撒睡 他可以透过这个列车上的设备 自己都给他进化转化 而人吃什么 吃蟑螂 蟑螂的 他所代表的一切东西 做成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 巧克力糕似 吃那个 那人的自我循环 人的尸体也不会被扔掉 人的尸体转换成食物 所以跟云图那概念 基本是类似的 那里面的主要的 罪恶的 那是真的人 这是当时 其他人 绝大多数人都是奴隶 而那奴隶的概念 是被暴力控制的 是被暴力控制的 那暴力就是 以 那个人本身 就是掌控列车的人 本身 是为了全车人的福祉 因为外面是冰雪世界 谁出去都会冻死的 我为了你们活着 从而我造了这个列车 我为了你们活着 所以今天我忍耐一切 我为了你们活着 所以我才如何如何 跟今天的习近平的说法 一样 完全一样 而他所塑造的一切 却靠 就像我们说 人脸识别 大数据控制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那习近平在这基础上呢 在雪国列车的基础上 要走到云图的这一步 这是国内当时 2002年 应该是2002年 在国内放云图时的宣传品画 周迅 周迅 那他是人造的 他脖子上带个圈 这个圈 就是对他控制的一切 他的思想 他的一切东西 都在这圈上 后脖梗这儿有个眼 一打这个眼就死了 但他表现出来的 是个活生生的人 是造出来的 共当时那个环境中的 所有真的权力者 就那么讲的 包括那些警察部队的 真的权力者 泄欲工具 今天中国的大数据 习近平做的大数据 就是要最后造出他来 类似 对吧 有炸油条了 就造出这人不是光造女的了 对不对 那不可能了 有炸油条的 有吃油饼的 有弄山东拉面的 山东拉面 有弄新疆烤羊肉串的 就是说 我说的意思 他要造出各种人 去干各种事 他只会干那事 这就是今天的第五现代化 你不信 华尔街日报 中国力求在AI系统上 领先对手 收集数据 从娃娃开始 已经收集了 两亿学生的样本 孩子们脑袋上带圈 你看卡这个位置 就是人的天目的位置 这是一个点 这是一个圈点 另外两个点在耳头上 就这么回事 这就是今天的第五现代化 第五现代化 自由亚洲电台 登了一篇文章 解读第五个现代化 极权统治现代化 这还是站在 人的社会的角度上是说 但这个词用的相当不错了 是现代化的极权统治 我觉得是 应该叫现代化极权统治 现代化的极权统治的目的 是把人变成 他完全要依附于他 有很像饥饿游戏 那个电影 其实在这几年 人们都意识到这样的问题 权力者 用现代化工具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跟饥饿游戏 类似 基本是类似 完全是以 伤身 2017年说了方德始终 然后改成牢记使命 方德始终 是文殊菩萨的 改成牢记使命 是变成了魔鬼 按党的路 一条路 走到黑 大家尽看神话故事 爱看那些科幻片 我就说这话 你看得懂吗 你看得懂吗 那这些人 而在这些影片 在当时的环境中 都被人们关注了 而影片出来的时间 正好是习近平上台的时间 影片出来的时间 是习近平上台的时间 还没摆脱他的命运 你说那时候拍片的人 怎么想拍这种片子 我们现实看到的一切 其实都是 我就怎么讲呢 就是说 如果你相信轮回转世 云图讲的轮回转世 你相信轮回转世的话 一切发生 都在更大的一个框架下 运行了 对吧 那包子好吃不好 再怎么蒸 它一定是上火 蒸出来的包子 这个环境就在这个笼子里头 对吧 所以习近平包子 就这么来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